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 我是李诺亚 停止仇视亚裔现象 湾区桥界动起来 北加州中国大专校联会 Song Say 台湾同乡联谊会 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妈妈教室 旧金山台湾同乡联谊会 以及戏谷国际接人会等桥社 共同发起 停止对华一仇恨论坛 各大侨团代表呼吁大家 4月4号礼拜天下午2点 准时上线勇敢为华一发声 2020年3月到12月 一共有超过2800起 在美国的亚裔的种族歧视 及暴力的攻击事件 加州还有我们湾区 就发生了超过700起的事件 那这个数据非常的可怕 那所以我们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友会 美和会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就发起了一个这样子的活动 我相信很多华人 大家本身已经感受到这种不安的情绪 对吧 像旧金斯兰即使动不动的人 就来把人家揍一拳 甚至最近 大家可以看到在Twitter里面 甚至有一个八旗语论叫做 Sled Asian Hat 我们亚裔对美国默默付出 做了很多的贡献 我们应该和大家一样有权利 安全地生活在这片自由的领土上 不应该受到伤害 或是生活在恐惧当中 所以我呼吁大家 不要再做沉默的羔羊 必须站出来 发出我们的声音 绝不容忍任何歧视亚裔的现象 为了我们自己 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不论是哪个族裔 都应该要团结起来 互相支持 坚决地对种族主义说No 大家都很同仇敌愿 都很希望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谴责这种偏见跟歧视 那除了停止仇恨以外 也希望我们能够提高 自我的防卫的意识 那希望大家 4月4号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共襄胜举 论坛邀请到Fremont市长高徐佳 市议员邵阳 魏宏 影视庄园负责人 同时也是亚太一公共事务联盟 创始人影其成出席 论坛对外开放 欢迎民众准时上线 参与讨论 感谢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